12月15日,央视2024电视剧片单众棒发布,38部大剧集体亮相,大家期待已久的庆余年二集将登陆央视。 庆余年第一季积累了不错的口碑,剧组对于第二季的拍摄估计也是压力山大,也是想尽办法达到大家的期盼。 所以,作品在延续第一季金牌制作的班底和超强的演员阵容之外,还加大了新力量。 尤其是剧中的女演员,各个挑出来都是能独挑大梁的人物。 接下来,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庆余年二里都有哪些女性角色吧,有的角色换人,有的是新角色,一起来看看吧。 李庆依旧饰演鸡腿姑娘林婉儿,李庆在第一部中饰演的林婉儿角色深入人心,因此在第二部中继续饰演该角色,这个角色刻画得非常成功,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非常优秀。 饰演的林婉儿是长公主与林相的私生女,从小被养在深归,身体健康状况不太好,林相及她的哥哥林拱对她很好,但是缺少母爱,心地善良,不歧视别人,喜欢吃鸡腿。 因此得了个鸡腿姑娘的称号,与范贤在神茂相遇,两人便一见钟情,不站在她母亲的一面,有自己的价值观。 日后吴范贤也是幸福一生,原著范贤喜欢的人很多,但剧版改为指钟情艺人。 而李庆,1990年出生于苏州昆山,11岁开始学习戏曲,14岁考入上海戏校学习,18岁时被新版《红龙梦》导演李绍红看中,饰演少年薛宝钗, 因此据她还获得了金南方最佳年度新人奖,2017年参演楚桥传,2021年参演锦绣南哥,在2019年与肖战合作的朱仙中饰演陆雪奇,也是可圈可点。 由于其从小有练习戏曲的功底,所在在表演方面能感觉自然熟练,台词功底强,相信在第二部中,她还能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技。 宋依第二部依然饰演范若若,饰演的角色范若若是南庆京都第一才女,父亲是庆帝的发小户部尚书范剑,大家闺秀,有才情,有智慧,仰慕者众多,小时候在单中与范贤度过一段快乐时光,两人都是很小的时候就都失去了母亲,因为缺少母爱,两人才走得更亲近,对范贤这个哥哥是百依百顺。 在《庆余年一》中,范若若在宋依的演艺下,深受观众喜欢,甚至热度一时反超了女主林婉儿。 宋依,1989年出生于湖北金门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20岁的时候参演了由李绍红指导的新版《红楼梦》她饰演相邻,开始受到更多关注。 2015年出演《伪装者》于曼丽一角,与胡歌等人同台标记,2021年与郭麒麟搭档出演坠续女主苏坦儿一角,这部小制作成本的网剧总播放量达到了58.7亿。 宋依饰演的苏坦儿坚毅果敢,不屈不挠,完美诠释女性独立地位,宋依夫白细腻,相貌出众清纯,是范弱弱的不二人选。 新芝蕾将在庆余年二继续饰演海棠朵朵,新芝蕾依旧是萨爽女侠造型,这对收视率有很大帮助。 海棠朵朵一角是北齐圣女,四大宗室之一的北齐国师苦和狄传弟子,天一道心法继承者,说是苦和国师收养的孤女,实际上却是草原西湖的松枝仙令,卡尔纳族的王女,松枝仙令的意思就是鲜花朵朵盛开。 近于年第一季中,新芝蕾完美诠释了崇尚自然,天人合一的海棠朵朵,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 其实,新芝蕾本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演员,这部《2024》刚开年,就迎来了第一个出圈角色,由新芝蕾饰演的繁花中的李李,大家最开始都是冲着王家卫指导,唐嫣和胡歌再次携手主演去的。 没想到是半路杀出的新芝蕾演的女三才是最吸睛的那个。 遇到王家卫的新芝蕾收获了人生镜头,她从流光溢彩中走出,比暂时更闪耀,希望在庆余年两里,新芝蕾能有更出色的变现。 于飞红饰演庆国皇后,庆余年第一季皇后角色未出现,而在第二季中于飞红饰演的皇后,就是太子的生母,监察院院长陈平平,户部侍郎范见嘴里愚蠢的女人。 今年52岁的于飞红,年轻时可是众多宅男性中的女神,小李飞刀中的金红仙子洋艳,可不比剧中的贾静文,肖强,范冰冰逊色。 经过岁月洗礼的于飞红,更加从容,自信,优雅,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成熟魅力,而坚守初心,甘于寂寞,安于平淡,这在如今浮躁的演艺圈内,也是趋直可数。 演得了温柔美丽的女神,也塑造得了心狠手辣的反派的于飞红,为何会接皇后这个戏份不多角色呢? 在采访中,于飞红说他怕黑,在看到那一句之后,我突然很好奇,皇后为什么怕黑? 带着这个好奇,于飞红接下了皇后的角色。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,这里就不剧透了,等剧开播,大家一起去寻找答案吧。 作为沁国的皇后,她的权力斗争和内心矛盾将为剧情增加更多的张力。 从剧照中可以看出,于飞红的眼神充满了智慧和决心,可以遇见她也是个有心既有权谋的女人。 在第二季中的影响力也不一般,王楚然饰演新角色桑文,在《沁余年2》中,他饰演的桑文是范贤的得力助手。 然而在《沁余年2官宣演员》时,众多热搜中,却有一个热搜《沁余年》里真的有王楚然。 原因大家也都清楚,在去年王楚然主演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播出后,王楚然风平被害,人气骤降,随后王楚然过往黑料被扒,辱骂塑人,片场耍大牌,贱人就翻白眼,经常吼助理,脾气暴躁,王楚然白口莫辩,翻车之后,王楚然消停了不少。 但是在新剧的开机宴上,王楚然再次对同族女演员翻白眼,一脸不好惹的样子,出现在机场的她吃东西还需要别人喂,看来还没改掉要人伺候的毛病。 一桩桩一件件加起来,王楚然录人员全面崩盘,落得了口诛笔伐的下场。 一时间,王楚然被全网抵制,所以网友纷纷喊话庆余年官方换到演员,不希望王楚然出现在庆余年这么好的剧中。 不过虽然抵制声很大,但王楚然不是主角,还是没有换掉,只是希望在这部剧中,王楚然能。 李小冉依旧饰演长公主李云瑞,李小冉在第一部里饰演公主李云瑞,因其炸裂的演技而收获观众喜爱,表现亮眼,这个角色既负黑又可怜,一生都在谋划,但最终却一场空。 长公主将在庆余年二中回归,并在二皇子的权力争夺中发挥重要作用,她的出现让整个剧情氛围变得紧张刺激。 随着更多人物的登场和第一季伏笔的揭晓,剧情的全眸现将更加精彩。 毛小彤,饰演北齐大公主,毛小彤一直以甜美可人的古装扮相世人,她所扮演的每个古装角色都让观众眼前一亮。 她的表演自然舒服,充满灵气,没有一丝绞柔造作质感,这一次她北齐大公主的宣传照一经爆出,就立刻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。 因为毛小彤跟红色是配度非常的高,一身大红色的裙子,也衬托出了身为公主的高贵和文静。 这位北齐大公主,是跟南庆大皇子和亲之人,也是给范贤透露出,北齐皇帝是女儿身份的人。 这一次毛小彤应该也会有不少的戏份。 京城替换韩九诺饰演叶灵儿,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京城,不仅舞技了得,而且身材满分。 有人评价她,外形时尚靓丽,甜美而不失大气,温柔而不失活力,有着邻家女孩般的清新气质。 饰演的叶灵儿是近于年二京都首辈叶仲之女,只对武学感兴趣,她是灵婉儿的好友,负责保护灵婉儿的安全。 虽然性格莽撞,但武功高强,后来败给范贤后对她产生敬仰之情。 这次京城出演叶灵儿一脚引起了不少争议,由于第一季中韩九诺饰演的叶灵儿形象深入人心,与范思哲的CP感也很强,因此京城的替换被制一位抢角色。 高露,饰演王启年夫人,高露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,表演对她来说可谓是嫁青就熟了。 她的美,不仅仅来源于美丽的外表,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优雅气质。 她会饰演王妇人,是王启年的刁蛮妇人。 在《庆余年一》中,王启年曾经说我老婆的绰号胜过虎抱王妇人,让不少观众想一睹她的真面目,欣赏她,看看她的贤妻风范,再看高露的装造,很是符合观众心中王妇人的形象。 隋俊波接替邓童天饰演一贵嫔,隋俊波饰演的一贵嫔是三皇子李承平的母妃,与范家关系密切,曾让三皇子拜范贤为师,并在京都叛乱时支持范贤。 隋俊波在第二季中饰演的一贵嫔更有气质和气势,与赵科长得像,很适合。 第一季中该邓童天角色出现少没给观众留下特别印象,更换演员网友反应不大。 王小晨饰演的袁梦是新角色,袁梦是京都最先居最红的清官人,与晋王世子李鸿成关系深厚,但实际上听命于二皇子李承泽。 根据剧照,袁梦可能是一个新的女性角色,她的加入将为剧情带来新的元素,从她的造型来看,她可能是一个有着坚强个性和决心的女性,她的出现将为剧情增加更多的变数。 好了,以上就是庆余年二中主要的女性角色,你最喜欢哪位女演员呢? 现如今预约量破800万,可见庆余年的热度,但是,什么时候播出才是对观众最好的交代,否则,就是破1000万,也只是掉人胃口罢了。 再说了,庆余年二云集诸多大牌,流量明星,万一某个人塌房,哭动没地方,还是赶紧上线,让观众大饱眼福吧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